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行动 李宗盛 这里可是鹿尔庄园 你不要乱来 在鹿尔庄园调查冯卖城 疯了吧 李宗盛 我们应该小心行事 不要冲动 我明白 你放心 小宝 先不说这个 刚才小宝 喂 穆菲林 喂 小宝出事了 不行 我得去找小宝 都这么久了 小宝的点心怎么还没送过来 你 去看看 是 不用 林芝喜欢做些口味丰富的点心 时间上耽搁酒是常有的事 好东西总是会勾起人的好奇心和期待感 旧父不妨再等等 原来是这样 既然是好东西 岂有甘等的道理 走 我们去看看小植的手艺 不好 要提醒他们 封卖城要过来 宋齐的场外支援怎么还不来 先生 先生 有你的电话 是周馆长打来的电话 喂 周馆长 真的吗 好好好 这样才对嘛 小宝在哪里啊 锦园听起来就是中式建筑 中式建筑讲究风水 在这 这里就是锦园 小宝便怕 妈咪来了 还得是我 大白天屋子里弄得这么黑 肯定有问题 你好 需要打扫吗 没人 好机会 果然 等等 这是 找到了 小宝 小表少爷 别跑了 不对 这不是小宝 这小孩穿着小宝来时的衣服 身形也和小宝一致 难怪那些庸人会认错 既然这小孩穿着小宝的衣服 那小宝去哪儿了 你在哪儿 我在锦园 小宝情况怎么样 小宝不在这里 我联系不上他 小宝没事 刚才我看到一个小男孩 穿着小宝的衣服 隐开了好几个佣人 叮咚 你的好友小宝已上线 小宝 小宝 嘿嘿 你们的小可爱上线了 小宝 你在哪儿 我在一间大大的书房里面 这里有很多文件 就和爹地书房的文件一样多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可以用智能手表拍下来 嗯 好 拍完立刻回到大厅找爹地 知道吗 嘿嘿 放心吧小仙女 有替身在 他们发现不了我 姐 你发话吧 我们配合你 好 依云 您那边怎么样 嗯 我这里都是些藏品 全都有登记出处 都是缝卖城拍卖所得 我先查一下这些拍品 看看是否有存在非法交易 Over 藏品 进门左手边 是不是有一幅山水花鸟图 是 穆哥 你来过这儿 嗯 冯老让我到那里挑礼物 我假装戒指丢了 是让他们帮忙找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我不见了 时间不多了 哎 要是有份地图就好了 嗯 居然真的有地图 坐吧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前几日我刚得了一款好茶 啊 姐 好巧啊 你们也来了 跟踪步传反备发现 我很惨 对不起灵芝姐 给你们拖后腿了 你们和小李警官认识 你们和小李警官认识 嗯 依云是我们的朋友 妈咪刚才在车里说 要调查舅老爷 得想办法让妈咪离开这个大厅 有办法了 啊 那个 那个 对 对 对不起 舅老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小宝有没有伤到 啊 没有 只是您的鱼干 没伤到就好 带去警员 把牧尘的衣服给小宝换上 是 少夫人 交给我吧 呃 舅老爷 我想让妈咪陪我去 可以吗 让下人带小宝去吧 灵芝 一件小事而已 你就坐下吧 他们会处理好的 嗯 冯麦城真是有意不让我走 培南 没事 交给他们 可是 舅父 难去的项目 先生 厨房那边的点心做好了 您看 舅父 林纸的烘焙手艺不错 不如让他亲自下厨 了表孝心 是啊 好啊 冯麦城允许我去厨房 却不允许我跟随小宝 难道 是想引神出动 然后逐个击破 若是这样 小宝岂不是有危险 我去帮忙 你呀 总是那么大胆 嘿嘿 有灵芝姐在 我什么都不怕 说是厨房 也太狂欢了吧 两位 这边请 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们的面点师傅 辛苦两位 她不离开吗 这是在监视 必须得想办法摆脱监视 哦 漂亮姐姐 锦园是什么呀 锦园是一个锦色雅致古朴的小花园 花园里有一幢小房子 白墙红瓦 绿藤缭绕 像是建造在童话中 你看 前面就是了 漂亮姐姐 你是女孩子 我是男孩子 男孩子换衣服 女孩子不能看 你可以在门口等我吗 好 衣服就在里面 姐姐在门口等你 找到衣柜了 好多小孩的衣服啊 的确和我身上穿的大小差不多 我 这些都是冯先生近拍而来的拍品 近拍的钱款全都做了慈善 东西都放在这里 带有包装的是已经有手里人的